首先我们有请第十四届全国大专辩论会酬委会主席 雕志显先生上台至开幕词 有请 各大专的领队变手以及支持者们 以及在现场的酬委 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十四届全国大专辩论会的比赛现场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进行一些简短的简介 全辩从1989年创赛以来 已经是走了25个年头 当时我们的创赛理念一直都着重于 就是提高大专生的对时事的敏感度 虽然已经过了25年 到了今天我们还是坚持一样的理念 甚至我们想把这个理念 开过更多的群众以及马来西亚的社会 所以我们除了在为国内的变谈打造一个平台之外 我们也不断地尝试在进行一些 更能把辩论带入社会的活动 以及汇集更多的马来西亚人民 辩论是一个民主国家重要的一环 马来西亚很明显的是一个民主国家 对我而言辩论是一个平台让 在一个国家内有不同理念的人物 一个平台来交流 让人民可以看得出 到底我们领导人是有什么样的理念 有什么样的政策 我们才能选择我们新属的领导风格 或者是领导理念 这一届我们也非常荣幸的 就是获得了24间大专的支持 就从我们第一届的八支队伍 演变成25年后的24支队伍 是值得让人振奋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 而且我们也发现到这一届 除了过往的公立大学 积极的参与之外 也出现了很多新兴起的 私立大专业 比如说Teller和Inti来参与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 跟演进 我相信在场的各位 为了全国大专辩论会 已经筹备了可能超过半年 或者是甚至有些已经筹备了一年 当然我们筹委也是一样 为了全国大专辩论会 我们也筹备了一年的时间 半年至一年的时间 所以今天4月5日 是我们开赛的第一天 也是我们把我们一路来 偶心力学跟每天这样熬夜 筹备的这个过程 把它零零静止的发挥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赛场上 甚至到13号的总决赛上 或不多说 我第14届全国大专辩论会的 筹委会主席宣布 第14届全国大专辩论会 正式开赛 全国大专辩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密切录音线的足迹 在期待中它迈步前行 在崎岖路途中盼行 它攀上着平民 我们有请今天的评审入席 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第14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小主赛的现场 这一场赛事的辩题为 提早入学对孩童的未来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 正方的立场为提早入学对孩童的未来利大于弊 而反方的立场为提早入学对孩童的未来弊大于利 正方是来自公益大学的队伍 而反方则是来自UCSI大学的队伍 事不宜迟 让我们将时间交给今天的大会主席 谢谢司翼小姐 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了第14届全国大专辩论辩论会出赛的现场 现在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正方双方代表 首先正方是来自于公立大学 一边是我们的蔡月贤同学会测系二年级 大家好 我是蔡月贤 今天我方的立场为提早入学对孩童的未来发展利大于弊 谢谢正方一边 接下来 正方二边是我们的杨吉红同学 电子电系工程系三年级 大家好 我是杨吉红 来自公益大学 今天我方的立场是提早入学对孩童的未来发展利大于弊 谢谢正方二边 接下来是我们的三边 刘中伦同学行销系三年级 大家好 我是刘中伦 大家好 是刘中伦 我方立场为提早入学对孩童未来发展利大于弊 谢谢正方三边 接下来是我们的四边 郑元和同学材料估测系三年级 大家好 我是郑元和 今天我方立场为提早入学对孩童未来发展利大于弊 在此请景代表公益大学向各位问好 谢谢正方便手 接下来 反方是来自于UCSI大学 首先 一边是我们的吴志勤同学 金融与投资系一年级 大家好 二边是我们的郑益州同学 电影导演系三年级 大家好 三边是我们的何凯金同学 建筑系三年级 大家早上好 四边是我们的陈慧贤同学 心理系二年级 各位好 请代表UCSI大学问候在场各位 好 介绍完双方便手 现在让我来为各位介绍今天劳苦功高的评审 第一位是我们的李慧德小姐 李小姐现在担任行动方力积极专案主任 也是我们的雪州国会议员 夫人协会记查 第二位是我们的YB黄淑琪 YB黄淑琪现在担任市乃区州议员 YB黄淑琪也曾经担任独立新闻在线高级记者 也是我们的马来西亚 也曾经是我们马来西亚旅台同学会会长 第三位是我们的郑力恒先生 郑力恒先生是位前辩手 好 事不宜迟 现在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赛制与规则 请双方仔细聆听 首先 正方双方一变将开篇立论 时间为四分钟 由正方开始 不过 每当一方的一变发言结束后 对方将派出一位除了四变以外的变手 对刚发言完毕的一变进行盘问 时间为两分钟 咨询结束之后 由正方双方二变进行陈词 时间为三分钟 由正方开始 同样的 一旦一方的二变结束发言后 对方将派出一位除了四变以外的代表 来进行 来咨询 来执行过对手之变手 咨询环节时间为两分钟 紧接着 双方三变将做出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如上 在任何一方三变结束博论后 对方将马上派出 一位除了四变之外 以咨询过对方之变手 来针对对方的三变进行咨询 接下来 双方四变将对在这之前 辩论进行第一阶段的总结 由正方开始 但得到注意的是 此阶段的总结 以第二阶段的总结 共用一个时间长度 因此 双方四变在第一阶段 总结后所剩余的时间 将成为几方在第二阶段的 总结时间限额 总结一和总结二 将共有六分钟的时间 在总结一结束后 将进入领对指导变手时段 双方的变手或其代表 可上台与变手进行指导或讨论 在这个环节 双方将共享两分钟 指导环节完毕后 也就是最刺激的自由变环节 在自由辩论中 双方各有四分钟 每位变手的发言 次序 时间和次数 皆不受控制 需要留意的是 双方的计时分开进行 每一次 一方变手发言完毕后 另一方的计时将立即开始 若一方发言时完毕以后 另一方还有剩余时间 队伍内一位或多位变手 可继续交替发言 直到剩余时间用完为止 自由变后将由双方四变 总结成词 双方各自的时间限额 为双方在各自的总结 一结束后所剩余的时间 这个阶段由反方开始 每位变手在限定发言时间 剩下三十秒时 大会将以一声灵响提示 发言时间完毕时 则以两声灵响提示 变手需立即停止发言 在咨询环节时 指导环节时 当时间剩下三十秒时 大会将以一声灵响提示 当时间完毕后 则以两声灵响提示 讨论必须立即停止 而在总结一时 变手每发言一分钟 大会将以一声灵响提示 当剩下三十秒时 大会将以两声灵响提示 若变手在第一阶段的总结 用完所有时间 大会将以三声灵响提示 变手需立即停止发言 现在让我来为大家介绍 今天的辩题 今天的辩题是 提早入学对孩童的未来发展 立大于弊 或是弊大于力 今天正方的立场为 提早入学对孩童的未来发展 力大于弊 反方的立场则是 提早入学对孩童的未来发展 必大于力 好 介绍完毕遍题 我宣布 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 我们有请正方一辩 开篇立论 时间为四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在2010年 首相纳吉在宣布 第十大马计划时 曾经提及提早入学的政策 而副首相慕尤丁 则进一步的补充说 政府会在确定软硬设施 和课诊调整 充裕的准备后 才会落实提早入学的制度 而提早入学 是指把目前的法定入学年龄调低 也就是把现今的六岁加政策 调低至五岁加政策 提早入学 这是一个严肃的教育课题 到底什么是教育呢 所谓教育 就是通过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教育体系 建立孩童得志体群美 让孩童得到身心健全发展的机会 而提早入学 就是从法律和道义上 保障了五岁加孩童 拥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今天要论证必大于利 对方不仅要讨论专家学者的理论 也有必要从现实生活中的实力进行参考 论述提早入学 如何在多数孩童的身上 破坏这些孩童身心发展 反之 要衡量对孩童未来发展力大于弊 就得看提早入学 对孩童的身心发展 是否起着正面的影响 让他们有贡献社会与国家的能力 综合欧澳孩童发展研究网 和英国相关教育者的经验总结 五岁多的孩童已经能够对抽象的概念 有所认识 这时候他们的好奇心特别强 周围的环境 人的行为 语言 对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也因此 五岁的孩童在这个阶段 就具备了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条件 来让我们进一步探讨 落实提早入学的利弊 各位 我方之所以认为提早入学利大于弊 是因为他在现有社会框架的无奈 和种种负面力量的冲击之下 通过其教育本质的重要砥柱 来扮演着不可磨灭的角色 第一 父母教育的疏忽 经济负担日渐增加 双新家庭纷纷涌现 无暇牵制照料孩子的父母们 只能一味地给予孩童物质上的满足 来弥补心灵上的空虚 教育孩子的重任 渐渐地落到了托儿所身上 和女傭的肩膀 他们的身上 他们的肩膀 是孩童真正发展的摇篮吗 幼小的年龄 面对着沉重的负担 参差不齐的学前状况 这正是现今孩童面临的挑战 而提早入学的提出 无非是在弥补这个无奈 让孩童在双新家庭的社会结构之下 拥有平等健全教育的机会 第二 社会不良风气的荼毒 在网络电玩等泛滥之下 社会不良风气 接着这一些不被控制 不被监督的科技产品 无时无刻都在腐蚀着 孩童的心智发展 根据英国伦敦大学 2000年的调查 98先8岁至16岁的孩童 或青少年在有意或无意之下 接触了色情网站 此外 美国儿童专科学会 英国莱特斯大学心理学院等研究 纷纷指出 网络的泛滥对孩童的心理 情绪和性格都有着 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父母忙于工作 不良文化泛滥的情况底下 让孩童提早入学 借助学校对人格塑造的教育理念 来抵制这些不良文化 从而缓冲现有社会问题 带给孩童们的腐蚀 这也为他们未来的人生建设中 减少了障碍 降低了风险 因此我方认为 提早入学对孩童的未来发展 利大于弊 谢谢 谢谢正方一辩 接下来 有请访方在除了四变以外的任何一位辩手 向正方一变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我想请问一下主编 刚刚根据你的 想请问一下你的提早入学 你的学龄是几岁 提早到几岁 就是五岁家 五岁家是吗 也就是现今的六岁家 也就是现今的政策 就是七岁的孩童 好 那我先请问一下 你这个提早入学 是入小学幼稚园 还是中学大学呢 入小学 入小学 也就是所谓的正规教育 所以我们今天不谈幼稚园 也不谈中学和大学 这是我们大家达成的共识 我们的提前入学 入学指的是 进入正规的教育系统 是 是 是 就是入小学对吧 正规的教育系统 不只是小学啊 我们达成共识了 好 那我先请问你一下 刚刚你方有提到的 第一个论点 也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负面力量是吗 是 这是其中一个 这是我们的社会 好 那我先请问你一下 你们是 你方是有指导 就是说 因为父母忙于工作 所以对这个教育 这个工作过于舒服 是吗 这是出自于他们的无奈 他们做不到 因为双生教育 出自无奈 那我先请问你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讲其他国家好了 我们有没有幼稚园 这样的一个教育呢 马来西亚有幼稚园啊 啊 幼稚园 所以跟你今天提早入学 有什么关联呢 它的差别就在于 我们现今制度的幼稚园 是我们所谓的学前教育 而我们的提早入学 我们指的是进入一个 正规的教育系统 也就是人人的 正规教育 所以我们今天有了 幼稚园的教育 难道还不足够吗 而且如果是说 你提早入学的话 它那个力呢 它的力在哪里呢 我们之所以说 还不足够不好 必须提早入学的原因 就在于 它是一个 称之不起的学前状况 好 我想请问你好了 政府为什么要提早入学 为什么提早到五岁 它的力在哪里 为国家 有怎样带来一个贡献呢 既然有支援了 它的力就在于 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 学前教育的机会 不是每个人都有 请问数据在哪里 谢谢 对方等一下待会 交代数据 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有请 访方一变 进行开篇立论 时间为四分钟 有请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其实今天我们可以 从对方主编稿中得知 他得出的有两个论点 就是所谓的 第一负面力量 第二就是不良风气 可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提早入学对孩童 未来发展 适合力大于必大于力 对方的力 他只是想说 有负面力量 讲的是父母教育的问题 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都有幼稚园了 为什么还要特意让政府去提早入学来增加一年的教育 跟幼稚园没有差别 它的那个成本 还有它的效益在哪里 对方等一下还要交代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社会呢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一个迷思 也就是喜欢把孩子提早送进学校 各种补习中心或是才艺班 这样才以为他们说是可以早日成才 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很遗憾的 其实呢 对方整个理论呢 他就是所谓的要提早入学 也就是要五岁入学 这样的 我方觉得是根本没有他的那个利益性在的 首先何谓提早入学 其实提早入学指的是 比原先教育制度规定入学年龄 更早入学就读 又或者是重新制定整个教育制度上的学龄 也就是我方所说的 跟五岁跟对方一样的 就是提早入学的学龄 从世界规定入学年龄上去说 以美英热为首的五岁入学 为最早的入学标准 其次较为普遍的就是 马来西亚 德国和法国的六岁入学 最此入学呢 则是芬兰 瑞典 丹麦的七岁入学 我方认为提早入学 对于孩童的未来发展 必大于利 最主要的还是需要从 孩童这个主体 所直接获得的长远性利弊 去分析这个政策的损益比 对此 我方有三大论点来佐证 第一 提早入学会直接影响 孩童的生理状况 首先提早入学的儿童在生理上 不如足学龄的儿童般的成熟 他们对学习缺乏必备的自然条件 他们大脑重量会达到1200克 而大脑额叶在进入学龄后期才明显增大 它的增大在儿童高级神经系统中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脑机能来看 学龄前儿童的大脑兴奋和意志技能不够强 在调节和控制性行为能力差 滤脊困难 因而很难坚持做出40分钟一节课来专心听老师讲课 难以承担课堂学习人物 更难承担繁重的课业负担 第二 提早入学会影响孩童的健全心理 由于孩子年龄小 心理发展不成熟 虽然跨进了校园 但是不能很快地进入小学生这一个小角色 难免会常常遭到批评 损害儿童的自信心 如果自信心不足 孩子就会对学习不感兴趣 把学习当的苦意 没有乐趣 因此形成了胆怯 自卑 厌学等的不良个性 这些不良个性将会影响孩子今后的发展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主人崩 美国耶鲁大学格塞尔多次研究报告中指出 过早地把儿童从摇篮中赶到去学校去 会使儿童失去正常发展的机会 阻碍良好个性形成和发展 甚至对其一生都有不利的影响 第三 从教育实践来看 孩子们提早入学绝大多数都是学习效果都不太好 根据台湾调查指出 在摆明调提早入学的小学生中 他发现对上课 起作业感兴趣的也只有18% 班上成绩好的也只有2% 不理想的却占56% 目前 我国与世界上多数国家 把儿童入学年龄都一般定为6周岁 这是根据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确定的 完全符合科学道理 最后 我方均决认为 其实提早入学对孩童的未来发展 势必大过于力的 谢谢 谢谢返方一变 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咨询环节 由正方盘问返方一变 时间为2分钟 有请正方 谢谢主席 非常便宜哦 如果今天我们说 孩童未来发展 只有局限于小学的话 这个情况对吗 未来发展 我们才能是除了小学也谈到未来 比如说 所以未来 未来发展 我们还包括了小学 中学 大学等等此类的东西 刚刚我方主编稿已经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对他以后的心理发展 因为自卑 自协 个性 影响到他以后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甚至在他事业上 都有非常重大的负面影响 这样请问对方 你有发现到 你刚才提到的是 英国与欧洲的教育制度 是五岁加入学的 那请问对朋友 你有仔细地去观察他们的教育制度 以及他们的教育成果 成果吗 其实对方便有可能不清楚的是 其实英国现在有了选择性入学 就是五岁到七岁 因为他们也发现到了 其实五岁入学根本是不科学 对孩童的身心理发展 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 所以他们不再是一定规定五岁入学 可是他们的优先国已经检释出 他们确确实实 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 告诉对方 对方便有的架构是 他们的实现在五岁入学的时候 他们的数据显示出是可以的 待会我会诚实 道出你这一点 可是对方便有还没有指出 他数据是多少巴仙 数据在哪里 可能我方还没听到 他的数据代表这 如果现在我们讲的是 体格发展以及美术发展来讲 体格发展是89巴仙的成功 达成目标 也就是他们满意度 满意度在说 今天我们英国的学前教育 已经满意了 他的学前教育 那么这方面 如果今天孩童的长远性 是不直接影响的话 那么为什么你说 今天教育就会他们带来 压力的直接导致呢 我方说的是因为他 我们方说的是因为他学前的话 因为他五岁 他大脑而言没有发展 他在学习的记忆方面 有着非常大的困难 那困难对学习产生厌选 请问你要怎样继续读书呢 可是对方便也说了 五岁时候已经有足够的认知 已经开始有认知能力 谢谢双方便手 现在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向评审塑取计分表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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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层次环节 由郑二发言 时间有三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对方便有今天质询了我们 为何英国与澳洲的教育 可以达成一个成果 那么我方现在就进行论证 我们说 孩童的身心发展 有建议三个体系 也就是在孩童的认知发展上 孩童的体格发展上 及孩童的社会性发展上 有了完善的帮助 我们说教育 是给人家与孩童一个机会 得到学好的机会 而这个学好的机会 就是一个给所有人同等的机会 那么我们讲 为什么五岁加入学 因为我们提早 既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给孩童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学习 那为何不提早学习 因为孩童在五岁时 已经有了出去显示 他们已经可以开始 对周遭的环境 以及人的行为 语言等都有深刻的影响 以及会去模仿 如果这时候 我们给他们是一个坏的印象 一个坏的东西 一个坏的环境的话 它可能就会被带坏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提早入学 我们说了入学就是一个好的体系 是导人向上的一个体系 如果这个体系还不足以让 孩童变好的话 那我想请问对方没有 还有什么体系 可以让孩童变得更好呢 我们先想说的就是 教育是双方的 学习孩童是由学校和父母 双重印慰 今天下方没有也是说了 父母重要 学校如果再扮演更重 一个加重的角色的话 孩童不是为了发展变得更好的吗 而我们现在想说的就是 如果孩童进入五岁进入学校的话 我们有一个论据 如从英国以及欧洲 所给我们的一些论据 告诉我们 在五岁时候 我们孩童的评估 就是我们当年我们进入学校 那一年里面 我们评估孩童的发展性 我们或体格发展 英国已经达到89% 满意度89% 而美术则是87% 而阅读也有66% 这一些都告诉对方便宜 其实我们都不见得是差的 因为满意度都接近 都超越及格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如果达到 如果这个情况之下 小学已经五岁入学了 再接下去 我们看15岁 15岁的时候 各国的平均值 我们都在职上 而到我们接下来 我们说进入社会 我们说 所以社会的一个发展 有何帮助 我们可以说 如果你找英国 它在诺贝尔奖的得两率 是120个奖 是世界上第二多的国家 而欧洲也得了15个奖 也就是在人口比例下 他们是最高的 而到最后 我们所说的就是 奥运比克运动会也好 这些是我们体能的 一种直接的体现 也发现到 欧洲 英国也好 他们所得到的奖牌 都是前十大的 也就是欧洲 在奥运运动会中 的总金额的十大 代表着 今天我们如果提早入学的话 这个潜移默化情况之下 发现 谢谢 谢谢 谢谢正方二辩 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咨询环节 由反方旁问正二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反方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来请问对方 二边 今天第一个跟您谈一下 更出现的问题 您方今天谈到的是 说这样提前入学 可以使得社会跟国家 就是更好的发展 对不对 您方有谈到吗 您方今天主编有谈到 对社会国家 对还是不对 对 对 可是今天对 海童在哪里 你的利益点放错了 你今天利益点放到国家 放到社会 孩子呢 海童呢 海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梦啊 所以海童如果好的话 海童就可以帮忙未来 可是这一点你是在跳跃性论证 这一方我方是不可以承认的 来 第二点您方谈到了一点 请问一下对方 你知道就 孩童的大脑发展 在几岁之间是最重要的 告诉我 大脑发展 三到六岁 三到六岁发展 然后想问您 您方谈到的 五岁就有认知能力 对不对 五岁有认知能力 对 有认知能力 有没有学习能力 有没有去判断的能力 您告诉我吗 其实两岁的孩子 也是可以知道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五岁的孩子 的学习能力 也没有告诉我 所以你无法去证明 五岁的孩子 可以去入学 这个标准 好 再来 第二三个问题 好 对方 您方今天谈到 提前入学 就是五岁 或者是四岁 不可能是七岁八岁 对不对吗 对 一定是 肯定不是七岁八岁 肯定咯 就因为现今 对啊 四岁五岁咯 来告诉我一个 五岁的入学的 一个案例 比如说一个 哪个国家五岁入学 英国 英国很好 对 这个回答非常好 英国 可是英国失败了 你知道吗 来 你知道英国 是从哪一年开始 提早入学 1870年 140年到现在 可是到2010年的时候 它不但没有 如果它是很好的话 五岁就可以变到四岁咯 提前咯 更加提前嘛 过了140年 它不但没有 它反而是 六岁 七岁同样可以 你这样解释 再来好 没关系 你知道七岁入学的 有哪些国家 七岁入学 七岁入学的国家 告诉我一个 芬兰 芬兰 对 全世界最好的国家 芬兰 瑞士 瑞典 挪威 比利时 全部 这些国家 都是六岁 七岁 你为什么不要去看 谢谢 谢谢双方二变 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层次环节 由返方二变 发言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返方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对方今天犯下最大的错 就在于他对孩童的 身体构造不了解 今天我们说 从生下的孩子 到六岁这个期间 最主要是去培养 哪三件事情 生理 心理和智力 俗话说得好 三岁定终生 其实根据科学研究报告 是三到六岁定终生 因为三到六岁的孩子 这个大脑是一个磨合期 磨合期什么叫磨合期 简单解释一下 就像你今天买了一辆新车 你从买到到1500公里期间 就是一个磨合期 这个期间要做什么 就是要使得他 保证他去接触摩擦 适应和定型 今天根据美国的 盛系的儿童医院 报告指出 三到六岁的儿童 他不需要去学学科 他去学什么 学智力的游戏 方向感 判断能力 还有冲动控制的能力的培养 因为三到六岁 这个期间才能使得你的大脑 去保证他的健全 可是对方看不到 也许他看到了 他不要去证实 因为我方这一个弊端拿出来 就足以把他所有空想的力 全部摧毁 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很多人 现在可能会有孩子 以后也会有孩子 对于我来讲我也一样 可是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 去做这样大一个冒险 因为他的智力一去不复返 我不愿意这样 再来第二点 我方想谈到了一点 就是说对方说 我要提早学龄 什么英国 对英国芬兰最佳佐证 为什么这样谈 英国从1870年开始实行 英国的教育 小学教育法就讲 我们要提前到五岁 可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 英国的长篇大论的专家 就提出了一个叫什么 长达608亿的建桥 初等教育调查 说五岁入学不好 反而造成跟他的弊端 所以英国从2011年9月开始 就实行了自由选择 你可以五岁可以六岁可以七岁 可是为什么不要更加提前呢 四岁 因为这就足以证明 再来我方谈到一个芬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芬兰全世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 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在哪里 芬兰 然后瑞士 瑞典 这些国家都是七岁六岁 为什么不像对方这样子 还是要反倒而行 要变成六七岁 为什么不要五岁四岁 对方无法解释这一点 好 再来最后的一个 我方谈到了一个是 更属性的问题 对方今天谈 对国家发展 对社会发展 对我方承认 可是更属性 我们今天看到 对孩童未来的发展 孩童是主要 你的利益点应该放到孩童 对他有什么 关键是在这一点 最终我还要提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谈这个B 因为他对生理 心理 智力 这三个方面 是非常大的一个摧毁 孩子三到六岁这个期间 你真的是不可以让他去做 我要算书 我要去学什么什么 太多的事情不可以做 就是玩玩跳跳 去认知能力判断 因为这个时候是磨合期 你的磨合期 你不要去磨合 你到什么时候 到以后你就错过这个阶段 就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以后 如果我有小孩的话 我真的是不会让他去 因为这个对他太大的一个挑战了 太大的一个冒险了 为什么要拿孩子的未来去冒险呢 谢谢各位 谢谢反方二变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咨询环节 由正方盘问反二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正方 谢谢主席 对方您好 您好 所以第一位刚刚你有讲到 这个生理 这个提早入学会直接影响到 孩子痛的心理对不对 就是如果您提早到五岁的时候 这个三到六岁阶段 所以也就是你说提早到五岁会影响 那么六岁会影响吗 提早到六岁 是什么提早到六岁 就是六学六岁会影响生理问题吗 大多数都是六岁啊 现在 所以你觉得六岁 提早可能就到五岁了 所以你觉得六岁是不会影响到 他的生理问题对不对 生理就成熟了 所以六岁就足够成熟 就是完全不会因为背书包 而驮背这些生理问题 完全不会 会少一点 不会像五岁这样少 所以对方认为 他对这个人体的构造很了解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今天不管你在什么年龄 都会因为这个背书包这些 而影响身体你的构造的时候 这个是对方没有解释出来的 对方有提到这个心理问题对不对 会给他们压力对不对 你觉得八岁的学生读书有没有压力 有可是比你五岁来一定是要好很多 所以刚刚你说你以后有孩子的话 对不对 你以后有孩子的话 你八岁入学也会有压力 六岁入学也会有压力 十五岁入学也会有压力 他们是不是希望你的孩子 不要入学最好的呢 那您觉得您跟您六岁之间 现在没有变化 所以你就觉得八岁有能力承受这个压力 好很多 绝对好很多 因为他是竹林儿童 所以对方变化你举出好很多 好在哪里呢 好在哪里 就是心理健康就成熟啊 所以八岁不会因为成绩不好而举上 八岁比六岁好很多 所以十五岁不会因为你考成绩不好而自杀 好很多啊 我讲了 自杀好很多啊 原来对方变化就是自杀好很多 很奇怪 这个是对方便有的这个矛盾 什么时候都可以自杀 可以有心理的变化 对方便有的 对方觉得今天 这个学前教育你觉得应该实行吗 学前教育可以实行啊 你觉得这个幼儿园应不应该实行 可以啊 既然可以实行 他为什么要不要把这个小学 这个正规教育 让每个人都能够享有这个教育的特别 不一样啊 我解释过很多次 学前教育跟你正规的学科的之间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哪里还请对方交代 我有讲啊 就是很多方面啊 谢谢双方便手 谢谢 现在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向评审 摄取计分表格 现在我们将进入博论环节 由郑三发言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郑芳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从刚刚对方告诉我们 为什么今天他认为人是个学生 不应该提早入学 他基于他的第一个论点就是 提早入学的话会影响到 这个孩子的体格跟生理上的发展 我就问对方 今天我们说五岁入学 就会影响到他的体格跟生理 那么六岁入学不会影响了吗 这是对方就说 哎呀 这个可能他承受能力比较强 所以在想大家 你今天八岁入学 九岁入学 甚至你在求学的过程中 难道这个生理上就没有压力了吗 这个是对方就说 这是对方也解释不了了 所以我们说 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入学呢 在你的生理上面 多少都会有一定的压力 我们难道就要因为这一点压力 就褐杀了 这个每个人都应该求学的权力了吗 我方说不应该的 因为今天对方没有说 这个入学的话会影响到他的这个 所以今天对方没有在跟我们谈这个教育性的课题的时候 他把教育呢 他已经预设给他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教育一定是不好的 一定是具有负大的压力 一定是接受到老师的批评 所以这些都是对方为这个教育预设的这个条件 所以在对方预设的条件 在对方的这个预设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的教育当然是不好的 相反的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教育的本质 今天教育的本质难道就是让我们这些学生 进入学校去被老师批评吗 我方说不是 怎么说呢 今天的教育的本质 就是让我们得到这个人格上的这个发展 甚至是知识上的发展 甚至是这个交际 这个社会性意识的这个发展的时候 这个才是我方要谈的教育性的本质 其实我方说为什么要让这个提早 为什么要让这些孩童提早入学 我们让他早一点接受这个正规教育 难道可以提升他这三个方面 就是人格知识跟这个社交性的方面的时候 难道这不应该了吗 对方被有告诉 对方被有也重告说我们学前教育应该 是我们今天对方被有承认 学前教育应该的时候 也是不代表对方也在承认 五岁就应该入学了呢 因为他觉得五岁就已经 学前教育应该的话 也代表说他五岁就应该接受教育 既然对方被有也承认了 学前教育是必要的话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要让人人都享有 这个接受教育的这个机会呢 因为我们根据我们这个数据显示 有33%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儿童 是没有办法上幼儿园的 如果今天我们政府把这个正规教育年龄 提早至五岁的话 我们那100%的这个马来西亚人 都享有这个正规教育 难道不比对方的这个 学前教育来得更好吗 就我们说 对方今天也有告诉我们的是 今天这个对方没有今天只能在论证的是 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入学 今天对方没有根本没有跟我们谈到 入学过后究竟为这些孩子带来的什么坏处 这还是对方要交代的 因为今天要如果要比较这个利弊的变体的话 我们叫说我们的利就是在 我们我方的利就是在知识上的这些发展 体格上的发展 还有社会意识上的发展 是远远的超过对方的这一个比 当然对方跟我们提的顶多充其量 他只可以向我们论证的是为什么不应该提早入学 而不是必大于力 谢谢 现在我们将进入咨询环节 由反方盘问正三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反方 麦克风测试 好 对方你好 你好 你告诉我说因为今天我们每个年龄都会接受压力 所以不能当作讨论标准对吗 我刚刚没有说不可以讨论标准 好 我想请问你的是 今天我会有压力 你也会有压力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 这样请问你为什么有的人会选择去跳楼 有些人却可以克服压力 所以我们 跟什么有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对方要向我们认 是不是跟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关系 对方你可以听我解释吗 是不是跟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关系 所以我就要跟对方解释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要说 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个承受压力 难道提早入学就 好 对 就是跟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关系 好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变体并不是看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并不是学钱包会不会大压力 而是今天这个孩童提早入学 它的承受压力能力到底在哪里 这是我们达成的第一个共识 我想请问你 根据我方主编刚刚告诉我们的资料显示 根据报告显示说 今天孩童的承受压力还不足 请问你 是不是表示说 今天承受压力不足 它就不应该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呢 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孩童 为什么它的承受压力不足 就是难道我们说这个孩童 它在求学的过程中 承受压力 我还希望从对方这个口中得到论证 所以可见今天孩童在面临求学当中 它会面对压力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 它到底能不能够承受压力 很明显 5岁孩童比6岁孩童更加不能够 所以我们今天说 它不鼓励它提早入学 再来对方你告诉我说 今天既然 对方我方已经鼓励说 我们应该进学前班 应该进幼儿园 为什么不应该接受您方的制度 对吗 我还希望对方 不要能够给出我方的事 为什么对方不要拿你来的 好 我想请问你的是 既然现在已经有学前班了 为什么还要特地 在吝啬一个学前班 为什么要把它纳入义务教育当中 它的必要性在哪里 对方可以听我解释吗 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学前班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正规教育提前 因为我们就是要让人人都有 这个100%想有这个正规教育平等 反正这个是学前教育做不到的 不是吗 请问你平等的 教育 是不是能够对孩童带来发展 我们还需要讨论 对方好像你现在告诉我的事 好 谢谢 谢谢双方变手 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博论环节 由反三发言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反三 好 谢谢 其实从对方开稿以来 他认为为什么孩童 今天可以提早上学 第一 因为他已经有基本的认知能力 我可以认识花草树木 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 所以我应该提早上学 第二 因为我有足够体格能力 我可以背书包 我可以跑 可以跳 所以我应该入小学 对方你说 今天我们谈小孩的发展 这应该都得自体群美 可是对方谈一谈去 只是谈他的身体构造能力 并没有谈他的生理跟心理的承受压力 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们方才说 对方您说 今天每个阶段都会有压力啊 我幼儿园有压力 我小学有压力 我大学有压力 难道我就不应该学习吗 不是 我当然知道压力各式都存在 我们要看的是 到底这个小孩的承受压力程度 到底在哪里 对他的心灵方面 到底会不会造成影响 而根据建桥的调查报告显示 五岁小孩明显还不够自信心 和他的 不够自信心 容易产生自卑心理 所以他目前阶段 他承受压力能力是很低的 他无法接受这个大环境的学习 所以我们说这是心理上 对他造成影响 再来认知能力 到底能不能足以判断 他能够成为 他能够提早入学 今天我二岁 我两岁出生 我已经会认爸爸妈妈了 难道我两岁就要进学校吗 不是 可见认知能力 不足以成为他判断的标准 而是我们要从他的生理心理来看 所以对方待会要跟我们交代了 再来对方今天的论点很简单 第一点要告诉我们说 因为今天目前有算心家庭 我们不要让父母有压力 我们就把小孩送去幼儿园 对方同学 既然你谴责说 今天父母没有办法照顾孩子 当然我们就应该要从父母招手 而不是把责任更加推给学校去改善 今天我们 今天即使年幼儿园老师 他跟父母讲的东西 也不会是说 好了好了 你把孩子送过来 他会跟父母讲说 我希望你们可以花多点时间陪孩子 不要瞒于工作 所以对方 今天我们鼓励的是 让父母重新 重新投入小孩子的学习的阶段里面 而不是把父母越推越远 实行前提 学前教育并不是帮社会解决问题 并没有帮社会解决问题 再来第二点 对方说 因为最近社会有很多不良风气 有很多色情啊 贩毒啊 对方你知不知道 目前色情文化最严重是哪里 是日本 最年轻的处女是哪里 也是日本 日本孩童五岁就上 五岁就入学了啊 可见今天社会风气的影响 提早入学并不能够让他们 抵制这个社会风气 而且请问你 抵制社会风气到底是要有所来的改变 但是由政府去打击贩毒 打击色情文化 为什么又变成是幼儿园学前班 教育制度的责任呢 对方治标不治本 根本没有对症下药 对方同学我们说 好有些人可以适应 他们可能可以不需要听写 可以跳去墨写 他们可能不需要加减惩罚 他们可以直接学惩罚 但是这些人我们叫什么 叫他自由学生 插班生 天才儿童 对方全都要把他 执行在我们普通儿童身上 这个不是帮助他们的成长 叫拔表助长 谢谢 接下来我们进入咨询环节 由正方盘问反三 有请正方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 今天想请问对方便 对方说的儿童的压力 承受力不一样对吗 那我想请问 七岁儿童承受的压力能力 和五六岁有什么分别 他们的大脑业已经发展成熟 比起五岁孩童 所以我说他比较可以承受压力 他比较可以接受正规教育 好我姑且相信你这一个论调 你应该相信 好那我想请问对方 今天我放龄21岁 我还好好地活在这里 为什么今天我看到很多20岁30岁的人 不能接受这个压力而自杀呢 所以我们说是跟承受压力有关系 所以这跟承受压力有关系对吗 所以对方也看到 今天我只是21岁 我没有去自杀 可是30岁40岁的人去自杀 这代表了压力的承受力和年龄 是不成正比的 所以你是鼓励孩童提早去自杀吗 对不起 所以你是鼓励孩童提早自杀吗 我不是鼓励孩童提早自杀 而对方 所以对方也承认今天承受压力能力 会主导今天孩童的发展能力 对方变了 最近孩童五岁孩童 普遍的承受能力都不好啊 所以他们普遍都不能接受压力 好对方变了 还是认为7岁的合同不能接受压力 他显然没有看到 这个压力的承受力和年龄 对方不能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压力 就认为孩童可以承受压力 好 这压力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 现在我们看 今天对方没有告诉我们 英国的教育制度是烂的对吗 不是烂是没有成功 OK 刚才你们说的没有成功 现在你们说烂 那我想告诉对方变了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已经告诉我们 英国和澳洲的评估能力 都在国际的标准以上 这个不好的体现在哪里了 他已经从强迫性规定 五岁入学改成现在选择性 你可以选择五岁入学 好 选择性入学 所以我觉得英国政府做了一个名字的决定 好 请让我有说话的机会 选择性入学五岁六岁七岁 为什么他可以从五岁开始就选择呢 这证明就是五岁开始就已经适合 有这个能力了 我们没有强迫规定 他一定要纳入我们目前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双方变手 谢谢对方变 现在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向评审 索取计分表格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总结一环节 时间为六分钟 由正方开始 有请正方四遍 谢谢主席 大家好 今天对方说的头头是道 但是对方变手 其实他的主要的出发点在于哪里 他的出发点在于五岁的孩童 他们觉得五岁的孩童 没有这个能力 也就是没有条件进入小学 但是我们看到英国的时候 在英国的教育部的调查指出 这些五岁的孩童 已经能够在体格发展 美术 数学 阅读等等 得到最少都有61%的满意度的时候 为什么对方变手还是一直在说 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些教育呢 其实我方真的不明白 好 就算是对方变手真的找数据说 这个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个 他们的条件 不能够承受这些所谓的压力等等 但是对方变手 其实他已经预设了一个背景 那个背景是什么呢 他们把这个教育制度 都当作是可以给这些 会给这些学生巨大的压力 或者是说 会得到老师严厉的科学 可是是这样的吗 我们教育的本质是这样的吗 对方变手一直不看这个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本质在于 让所有的人能够得到 在平等的情况下 得到他们所能够 应该所可以得到的东西 这是教育本质 对方变手一直不看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基本上就是因为 他们预设的这一个教育制度 会造成巨大压力的前提 所以对方变手在这个前提之下 所有的改革都是会 弊大于力的 这样的一个预设 其实并不合理 也并不公平 接下来对方变手说 我们没有讨论到孩童利益 但是孩童利益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很多 第一个就是他们认知上的发展 第二个就是他们体格上的发展 第三个社会性的发展 接下来他还能够再 遏止这些社会 负面讯息的传达 请问对方变手 我们难道真的没有再论证 孩童教育 孩童的未来发展的利益吗 请对方变手 证实下我们的利益 谢谢 谢谢正方四变 接下来我们有请反方四变 进行总结一 时间为六分钟 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谢谢 对方同学今天信誓坦坦地告诉我们 今天孩童要有学习的权利 因此他应该提早入学 可是各位 我们今天不是说 我们要剥夺他的学习的机会 我们只是说 他不应该在五岁就开始 让他提早进入学校 这样同学说什么 这样同学说 今天孩童已经有认知能力 身体发展能力 社会认知的能力 可是对方同学没有认证的是 他们认知能力到哪里 他们身体发展的能力到哪里 认知能力我们从一开始 一出事就有 可是到五岁的时候 他究竟发展到哪里 对方学没有交代 他只是告诉我们 英国的调查报告 做体格评估就满意 可是这个满意是谁的满意 是老师的满意 还是父母的满意 他评估的是什么 评估他能不能够跑 能不能够跳吗 我们说 今天为什么上学 会对他造成 这个孩童造成压力 先不谈考试分班 这些压力 老师要他坐下来 不可以跑 不可以跳 这个本身对他来说 已经是 本身就是已经是压力了 这样同学的出发点是什么 这样同学告诉我们 要对国家的经济有发展 要对父母的方便性 可是对方同学 你把孩子的位置放在哪里了 英国最初要台童五岁入学 他的出发点也跟林芳一样 要提早学习 要对国家的经济有帮助 可是到了2010年 他们发现了什么 他们做了一个6年 长达6年的调查报告 80多个人 访问过了1000多个人 他们发现的是 强迫性提早入学 对孩童未来的发展 没有办法提升 他们的学习能力 甚至是让他们 打击他们的自信心 所以对方同学 您方未见其利 先见其弊 明显是弊大于利 谢谢 谢谢反方思辨 现在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向评审缩取计分表格 现在我们将进入指导环节 双方领队或其代表 可前来与辩手进行指导或讨论 时间为两分钟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谢谢 går估订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 请吧 那么像观众 一年 黃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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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下方朋友向我们 有方阐述一下 是不是压力和年龄 很正比的呢 如果在还没有发展到那个条件底下就把它强行说 确实是有更大的压力 再请教您了 对社会有帮助 对父母有帮助 等不等同有对孩子有利 对孩子的未来发展肯定是有利 再请问对方便有了 今天您说这个五岁的孩子的成熟压力不足 六岁的成熟压力就足 是不是我的今天明天是我六岁生日的话 我一过到我的生日 我的成熟压力忽然间就足够了呢 所以对方便有根本就是不了解 五岁和六岁之间的关键性时期 因为他五岁六岁的时候 他脑神经大幅度的发展 到达60% 70%大幅度发展 而我们20和21岁之间 为什么没有差别性 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 他们还没定型 再来请教你了 你谈你方谈的是对社会有贡献 难道那对孩童未来发展 它的利又在哪里呢 所以按照对方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类比来说 就是自杀的 这个因为压力而自杀 就是这个年龄层就是越年轻 越会容易血压压力而自杀 对不对 自杀这个问题 我方已经讲到日本的 五岁入学日本 就是您方需要教导的 再来您方谈到了很多的利处 请问全市对国家社会 对孩童 这个利点在哪里 您方一定要交代一下 其实我们说今天 孩童的利益就在于 它可以遏止这些负面信息 它可以认知能力 体格能力和那一个 社会性能力的提供 对方面为什么一直不说 一直还在说 我们没有在说孩童的利益呢 这个就是孩童所得到的利益啊 所以可见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对孩童有利 所以对方待会不要告诉我们说 今天他可以对社会贡献啊 为父母减欠啊 这些是不属于 今天我们讨论的根属性 所以在最后 刚刚对方便有逃了这个压力 对方还没有向我们认证 是不是越年轻越容易自杀了呢 对方同学 连我们这种成年人 都有可能会面对情绪不稳定 你竟然要一个五岁 完全没有基础性的人 去面对这个承受压力 这不是太残忍了吗 所以对方谈的可能 只是见在对方的假设性 所以按照 所以总结这一个压力的例子 对方便有今天 没有办法向我们认证 是不是越年轻越容易自杀 也就是代表说 这个年龄跟压力 是不能成正比的 你觉得学前教育有这个必要吗 压力这一点 我们已经回应过了很多次 反倒是您方还没有认证出 对孩童的利益就在里 可见对父母的利益 是一个便利 对社会的利益 太过功利 因此对方同学 从头到尾还没有认证立场 再来了 如果您方提的体格报告 体格评估如此满意的话 那为什么现在英国要退一步 不要强制五岁入学 他不要强制五岁入学 他有选择性 让五六七岁的孩童入学 就证明了五岁 他已经达到这个条件了 而这个是你的选择性 再来我们看学前教育 对方认为学前教育有必要吗 刚刚女方所说的 所谓的体格上的问题 其实为什么我们讲 五岁和六岁 他们体格还比较软 比较柔软 为什么我们讲 二十二十一岁体格 比较定性的 就是因为在这个原因 就是五岁和六岁 他们的骨骼一直在成长 五岁的骨骼它们软 它要背上沉重书包 当然会有压力了 再来请教您了 我方主编稿所提的 生理伤害 你又怎么看待呢 所以对方有今天假设了 我们上课就必定 有一个沉重的书包 那对方有请问 请你不要先这么快地 假设好我们教育机构 是如何发展 木铃已经有说过了 他再没有预设好 如何去完善教育机构 如自治和克制的问题的话 他不会执行提前教育 这就是我们今天 讨论的意义所在 所以对方没有执行 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如果学前教育 跟提前入学 跟上统教育 都是同样效果的话 为什么不要同意下当 大家管我到中 都得到收益呢 对方还是没有认真的回答 我们今天对孩童的 心理的创伤 身体的创伤 永久性的创伤 你要不要看 我们说这个创伤 不管你是不是孩童 都会有的 在选对方没有了 今天秤次不齐的 学前教育 跟自业受正规的 这个学校教育 您选择哪一个呢 所以对方同学 刚刚那个评估报告 是血缓了 您发为什么 还要劳民伤财 去做一个 他的成效不大的 一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是看到 这一个学前教育是有 但是很多人 30%发现 不能够享受到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要用一个 比较便宜的方式 让他们都可以 接受到这一些教育 对方没有 刚才说我们没有解释 我们的评估报告 请你告诉我们 到底是哪一个评估报告 我们真的没有解释到 刚刚那个报道指出说 英国是61%的满意度 也没有达到 人人平等 您方又要谈人人平等 这一下又不平等 您方到底要不要平等 告诉我 所以对方没有 一下子告诉我们说 学前教育有必要 一下子就说 五岁的年龄 不适合接受教育 对方你有发现 你有志向矛盾了吗 所以对方同学 今天你说 有33%的孩童 不能够上学 请问你那33% 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脑残吗 还是变成智障吗 对方说 我们不是看他 到底有没有受教育 而是他今天 如果不受教育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 到底今天提前入学 到底能不能够改善 这个现状 到底能够改善 什么弊端 对方你要提出来 所以对方认为 这33%的儿童 不应该受教育的话 在现在的社会背景的情况之下 他们应该何去何从 不是不应该受教育 而是宁方要先向我们交代 他33%之所以没有受教育 是为什么 就是他自己选择不要 他不想要太早进入学校 因此现在还没有强制的时候 我有选择 你强制性能够 我被迫进去 而宁方的力道 现在还没有认证出来 对方便有你无悔了 其实那33% 不能进入这个学前教育 根据报告 是因为他们家里穷 他们经济状况不允许 对方便有 并不是他们不要 可是我们讲的是 整个大环境是吧 那么请问你 那个33%以外的呢 同样是有幼稚园教育 为什么还要同样要纳入 就是为了提前入学呢 根据我们的台湾的调查指出 在百名提早入学小学生中 发现对上课写作业感兴趣的 只有18% 而那些成绩不理想的 却占了56% 这样事被公办的东西 对方为什么还要沿用呢 所以总结这个 学前教育这个战场 对方便有也认同了 他们应该要接受教育 可是对方便有 他们就是因为 这个学费的这个问题 没有接受教育 你就骂他脑残 你觉得对这些 这些没有能力上学的 这个儿童 你觉得公平吗 对方 德国基本法第六款第七条指出 德国是立法禁止 孩童学前教育 可是您觉得 就是德国政府 就是在害他的孩子 害这些孩童 就是让他去变成脑残 对不对 那你确定 你知道德国的学前教育 指的是什么吗 指的是不让他们去上 去上那种奥数 而是去提 他们的学前教育 其实是有的 是让他们去游戏玩乐中学习 而我们今天没有谈 这种教育的模式 因为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制定 再想请问对方便有的是 如果你认为 学前教育不重要的话 那他们应该做什么 学前教育 我们目前是有的 即使你这33% 需要帮助我们 可不可以给他 额外的援助金 如果你是为了这33% 你可以选择其他方式 可是你却选择了 典当其他所有人的 道征 对他们的避害 为什么这个是 利大于弊的体现 所以感谢对方 要给他援助金去求学 也就证明了 对方便有认为 教育的重要性了 不是吗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通过 给予援助金而改善 而不是通过 设定一个制度 拨大批的教育资本 来去改善 而今天浪费人力资源 浪费政府的资源 这是必大于利的表现 给予援助金 对方竟然说 是浪费资源 浪费精力 对方便有 我们让他们有 进入正式教育 当然就是在 赞助他们学习 让他们学到更多的学习 更多的 应该得到的教育 难道这还是有错的吗 所以我们看到 反方也想 也想让这些孩童也结束 但是他们能力不足 所以反方才要拨款 让他们学习 现在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向评审 索取 纪分表格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总结二环节 由反方开始 有请反方四遍 谢谢各位好 对方同学一开稿开得很好 他说提早入学是一个严肃的教育课题 因此我们必须要严肃看待 是我们也很严肃的看待 所以对方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学习的能力 学习的权利 我们也很赞同 而对方同学之所以 把他提前入学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对方同学告诉我们 有33%的孩童 他没有机会上这个学前教育 因此我们应该帮助他 是这一点我们可以认同 可是帮助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可不可以给予一些援助金 甚至我们的政府 是有在某一些小学里面 去附属做一些学前教育东西 是以比较低廉的价格 去帮助这些贫穷的一群的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能够帮助您方所说的那一群问题 而不需要另外设置一个强迫 所有五岁的孩童提早入学 如果您方用了这一个方法 接下来我方是能够认证到 币大于利的 您方的成效不能够成立的话 您方的利大于弊 究竟在哪里 我方看不见 第二点 对方同学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们能够五岁入学 因为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已经有认知能力 有社会发展的能力 甚至还有其他种种 身体发展已经有能力 可是这个能力究竟到哪里 对方同学没有交代 对方同学只是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压力 因此这个压力的论调 不能够成立 可是我方认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 可是我们好歹谁得评估一下 我们每个人发展 每个人的发展阶段的规律 他究竟能不能够适应这些压力 我们说孩童 孩童是一个怎么样的 究竟发展阶段到哪里了 他孩童五岁的时候最想要做的是什么 他想要跑 他想要跳 他对所有的东西都充满这一股好奇心 所以他很多时候 他上到学堂 他必须要做什么事 先不谈什么分班什么考试种种的压力 对方同学说要玩嘛 那好了就要玩 如果这个孩童在班上 他想要跑 他想要大声说话 他想要跳 他想要碰这个碰那个的话 这个时候老师会说什么 老师会谴责他 老师会打击他 老师会要他不能够这样做 而他爱立克森的心理学家 自我发展理论就提出了 这个时候 当这些孩童在这个时候 做到谴责的时候 他自信心会受损 对孩童的未来发展是没有帮助的 再者 对方同学 对方同学告诉我们什么 对方同学还有另外一个出发点 就是为了父母的便利 为了国家以后的经济能力有帮助 可是这一点恰恰也是我方所说的 英国之邪 他一开始之所以要强迫五岁入学 也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 可是实行了140多年之后 他们发现了什么 当中所的学者终于反省了 终于聚集在一起去检讨这个报告了 他们发现 很多对学生他们访问 他们都会觉得 当他们提前入学的时候 对他们的未来生性发展 他们提早就被标签为过动额 他们提早就被标签为自闭额的情况底下 他们失去了这个自信心 他们失去了这个自媒能力 甚至是他们到最后到中学到大学的时候 他们是比其他更持发展的 更持入学的国家 他们的学习能力是没有来得及 明显高 他们甚至出学了厌学的这个状态 所以种种的情况底下 我们认为这样是弊大于烈 对方同学 明方说这个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无奈 因为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经济发展的能力 我们需要的是国家更加进步 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的奖牌 我们需要更多的诺贝尔奖 可是问题是你需要把这个东西看得那么功利吗 你需要以点赞孩子健康的发展去换取这些东西吗 即使我方承认明方是无可奈何的情况底下 你的父母是太过忙碌了 所以没有办法只要把他提早入学 明方为了是这个便利 可是明方肯不肯承认 明方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去换取这个便利的 孩子需要的是什么 孩子需要的各种心理学家的评估报告都指出 孩子四五岁的时候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 如果你这个时候你选择 你想要把选择你自己的便利 你选择给他少一些关爱 你选择给他更多的书包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他更好地发展 你以为这样他就可以避免社会的一切不良风气 你以为这样子做 他就可以避开不让他发展 谢谢反方思辨 他更多需要的是更多的关爱 谢谢 现在有请正方思辨进行总结二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对方便有的利论 为什么说孩童未来发展 这个提早路学对他有弊 其实都是基于他对教育本意的不了解 其实不管在每一个国家沿用如何的制度 但是他们的本意都是一样的 我们送孩子去学校为了什么 为了让他们学习 为了让他们成长 而不是为了让他们承受压力 为了让他们接受老师的批评 接受老师无理的苛责 这些都是我们教育制度底下的问题 并不是教育的本意 对方便有一直在我们的提早路学政策 还没有实行之前 也还没有制定教育制度的情况之下 就预设了这个不好的教育制度来讨论这个遍体 对方便有其实他们真的是不够合理 也以这样子的凭这样子的方法去论证 他们的立场也是不对的 也是很片面的 对方便有就是因为他们看 他们预设了这一个不好的教育制度 他们才会以这一个所谓开展的三个论点 也就是这一个条件 他们各个方面条件不能够承受的时候 那对方便有我们今天也提出了 其实在很多的那一个国家 他们都沿用着这个五岁家的政策 他们的教育制度也一样得到这一个满意 也同样从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年轻人 也是一样在未来得到很好的发展的时候 对方便有却一直不看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说 英国开始有了选择 让他们可以选择从五岁六岁七岁就能入学 对方便有 可是为什么他们选择里面还有五岁 但他们发现到如果他们真正发现到这个问题 是出自于他们五岁入学的时候 为什么英国它不是让这些五岁的孩子 就是设立一个法让五岁的孩子都不能入学 而是还有五岁的这一项选择呢 对方便有其实他看的不够全面啊 接下来对方便有说 我们一直在谈什么 家长的便利 国家的利益 对方便有其实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根本没有在谈这些东西 我们谈的是真正的孩子的利益 真正的孩子在这个教育本 教育的本意之下 他们会得到的这些 他们应该得到的认知 他们应该得到的身体上的成长 他们应该得到的道德教育 社会性的成长 这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利益啊 对方便有说什么家长 其实我们说的不是这一块 我们说的是我们现在的家长 因为这一个生活费用的提高 他们没有办法再留着一个 一个可能母亲 在家里照顾孩子 他们其实知道他们孩子需要 可是他们无奈啊 在无奈之下 如果又没有这个教育制度 来帮助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做呢 如果他们有钱的话 请个女佣啊 不然就踏不去这个托儿所啊 但是对方没有看到吗 这一些交给女佣 交给托儿所的这种方式 对吗 托儿所有些好 有些不好 对方没有 如果他进入了不好的 那个托儿所的话 他的孩子将来何去而从 这是有些情况哦 现在有33%的人 没有这一个学前的教育 他们没有办法 送他们孩子去这一些托儿所 更加没有办法 请女佣去照顾的时候 对方没有 当那些孩子 在社会上 接受这些社会负面讯息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单位 没有一个像学校这样的一个方 的一个主持 去阻止这一些 传达他们这些正面讯息 阻止这些负面讯息的 影响的时候 对方没有 请问这些孩子 将来又何去而从 其实对方便有 他们说的是有道理 但是他们的 最大问题就是 他们预设的 这个教育制度的 的那个不好 他们预设的 这个教育制度是不好的 对方没有 其实这样子的讨论 是不公平的 如果我今天有孩子 我又不 没有时间 照顾孩子的话 我宁愿选择让我孩子 进入这个正式教育 也不让他们接受 这一些 忏吃不去的 学前教育的风险 谢谢 谢谢真方四辩 谢谢双方今天带来的 精彩辩论 现在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向评审们 说取剩余的 继分表格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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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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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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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